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称 乌克兰空军监测到俄军米格31K战机升空 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匈克今天早些时候发布消息称 今天凌晨在乌克兰基辅州 敖德萨州 利沃夫州等多地 乌军击落了俄军发射的18枚巡航导弹和25架攻击型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早些时候也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今天清晨对基辅发动了空袭 基辅发生多起爆炸 乌军防空系统进行了应对 对于乌方的说法 俄方尚无回应